现阶段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 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很高 让很多老外都羡慕不已 都想拿中国的绿卡 都想在中国定居 可能这些只存在于抖音的世界里 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新中国其实是一个建国不足百年 从百废待兴到有所发展 且现阶段刚刚完成脱贫的国家 我们虽然有了航空母舰 有了宇宙飞船 有了高铁 但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跟发达国家相比 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凡在发达国家实际工作 生活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这里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人民 人人都开豪车出行 顿顿吃山珍海味 而是说生活环境 交通出行 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 养老资源等等 这些人人都能享受到的公共资源 跟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其实就是单从人均收入水平上比 中国老百姓的人均收入水平 跟发达国家的老百姓相比 差距也不小 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 从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概况看 再加上跟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 总体来说 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说不上特别差 但也说不到一个好字上 这时候有人就会说了 咱们中国的GDP 都排到世界第二了 怎么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 还赶不上发达国家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 发达国家的水平呢 别急 请听我继续往下讲 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家近二三十年来 一直在推行城市化 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到什么时候 才算是真正结束了呢 其实城市化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 全国人民的生活品质 而城市化本身 并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 又必然是要去城市化的 城市化的最大目标是为了工业化 在工业化完成以前 人都是被当作生产工具来看待的 所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即使在城市里生活的再好的市民 也不得不居住在 鸽子窝一样的高楼大厦里 不得不在拥挤的马路上 开着烧油的车 在一个一个的鸽子间里 没完没了的加班 当工业化完成 工业生产效率极高以后 人才不被当成生产工具看待 而是真正实现做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个时候 城市化进程才算是结束了 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 并且开始走向回归 到了那个时候 各种社会资源也会比较充足 社会资源地区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 人们不再为了孩子的教育 而不得不购买大城市的高价学区房 不再为了那点可怜的工资 没完没了的加班 不再为了抢占更好的资源而背景离乡 到大城市漂泊 相反 生活富足的人们开始回归 开始追求以人没本的生活方式 享受生活的时代开始了 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 即使住在乡村 其实只付出一点点的劳动 也能满足生活中的所有需求 到那个时候 回归田园 回归自然 反普归真 才真正有幸福感 而不是现在 虽然有八亿多农民 已经在农村生活 但是他们生存的好吗 生活的好吗 是在享受作为人的生活 还是被生活所困 被生存所破呢 到了那个时候 人们回归乡村 不再是为了生存而住在农村 而是为了享受生活 人们住在接地气的农村大院里 在院里养鸡 养鸭 养狗 种花 种草 种菜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吃着无污染的蔬菜 家家有房车 家家住别墅 经济条件宽裕 幼有所医 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 学有所教 到那时候 农村人不再羡慕城市生活 相反 城市里但凡有点能力的人 都会脱家带口 到农村生活 到那个时候 随着人们的回归 各种各样的大城市病 也消失了 城市不再拥挤 城市的居住空间 也更为宽松 城市道路也顺畅了 雾霾也没有了 公交地铁也不再拥挤 经济比较富裕的人 可以在城市购买房产 而城市里的大多数人 都可以非常容易的申请到 便宜且舒适的公租房 有人会说了 你是在做梦吗 这不是梦 而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现在发达国家的普通老百姓 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们也不必羡慕 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进步 我们的国家迟早也会发展到这一步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有一天也会过上